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以利麦子 落地皆实 其实我们今天的讲道里面 我没有直接讲出来这个 但是其实在每一次里面 我的主题思想就是 以利麦子 落地皆实 就是但愿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其实在查经的时候 我常常说一句话 其实尤其在新约的神的话 就是对我们今天在基督新生命样式的一个宣告 那些话语是带有力量的 我们常常去读 常常去默想思考 我们慢慢慢慢地会学成 扬成这种思维模式 或者说这样的样式 我们就很喜欢 也愿意去追求 也愿意去做 很感谢主 其实上次我们赏风以后 新君和历经 我们赏格又去了 一直去拜访了这个 穆迪的 穆迪的 他的原来的宣教中心 其实当回想 我们这个 牛英格兰这个地区 尤其是我们的 威雷这个地区 其实在 教会历史上 有过很轰动的 事情 做过很轰动的 出现过很多轰动的人物 穆迪就是 就是以为 他在那 好像是很偏远的地方 过去我相信 更加荒凉的一个地方 却建立了一个宣教中心 当初建立了一个神学院 有很多建筑还留在那里 我们也去看了这个 当时做 moment by moment 那个 做着 威瘦的这个坟墓 另外我们其实 这里也是在 美国 大复兴时期的 这个地方 下次我会找他 那个地方 去再去看看 其实这个地方 是神中用的一个地方 但是 你看现在 这种状况 却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 liber的地方 历史在发展 人的问题 慢慢慢慢显出来 让我们看到 神要快来 审判我们这个事件 上上个星期 我去了 Indianapolis 就是 印诚华人教会 参加了一个 三副的培训班 它本来是一个 就是十三个星期的课程 结果给所谓的领袖班 走到一个星期里面 那一个星期 我每天大概是 睡三个小时 到四个小时 所谓的很多东西要背 很多东西要记 而且一天一考试 每天晚上 还要出去探访 三个人一对 让我 其实我对三副 原来是 有一种惩见 我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他们用的经文 不恰当 学用的经文不恰当 所以非常 非常拒绝 但是这次张牧师 反复邀请我 他说你来吧 来看看 来看看 你一定要来 给我打了三次电话 那最后我才要 我才要去 去一趟 等听了他的讲解以后 我真是感受到 其实 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 说 大家所推广的一些东西 他的一个 制成体系的 神学体系 这有他的好的地方 我们是应该学 是应该学习的 去了 透过这个 training给我一个 很大很大的震动 我们教会 没有力量 去办这样的培训 如果我们教会 有这样的力量 培训 我马上都愿意 拉进来 在我们教会 做这样的培训 但是但愿 如果其他教会 有的 我希望弟兄姊妹 能够去参与 以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私下交通 或者我们在 专门为这次谈一次 我感觉我们弟兄姊妹 需要这样培训 在上星期 我们感谢主 由四位弟兄姊妹 受尽 相信弟兄姊妹 透过他们的监政 你会看到神在 以不同的方式 在引导人 来到他面前 也许我们的背景 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最终 可以在耶稣基督这里 来到 举在一起 来敬拜赞美神 这是一张 南区教会 就是维江牧师堂 那个教会 就是建堂的一个典礼 我也去了 还给他们送了一个 Plag 还有这个就是 我们当时 向他们封献了 大概是五百块钱 他们建堂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真是在 在这个 COVID-19开始的时候 他们开始建 但是两年多时间 就建好 真是很感谢主 很感谢主 我相信 神在这里 也在继续做工 不论是我们在做什么 神都 神都看顾着我们 保守着我们 只要我们的心是对的 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条 熟灵的道路上 会继续地成长 今天我其实要 想把十九章讲完 但内容太多了 所以我只会讲 前面两部分 来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能够让我们举在一起 其实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 但是你是爱 你是慈爱 你是恩怜 你赐很多荣耀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 就像我们弟兄说 祷告那样 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 就拣选了我们 你在创世指出 就拣选了我们 今天有给我们很多很多机会 让我们来认识你 已经认识你的人 你又给我们很多很多机会 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 来服侍你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你的亮光 能够活出你的旨意 来成就 你要再次回到地上的 一个大的使命 主你让我们这群 信你的人 举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 成为你的身体 你的教会 就是你在要在地上 所以借着这个教会 借着地上的教会 要做的大事 那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 以至于让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 听到福音 主最终 你要在这地上 成为那王 哈利路亚感谢主 愿你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主 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 今天特别为 教会 我们的有一些儿童 主啊 他们发烧 而且发烧很高 主 愿你去医治他们 让他们真正能够经历到 你的恩典 经历到你的大能 从小在他们心底里面 就埋下 让他们知道 你是他们的主 你是他们的神 你也是他们的王 哈利路亚感谢主 孩子就把一切用到赞美 都归给你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 就是十七章 十八章 我们看到 大隐夫和巴比伦大城的毁灭 其实在讲什么 在讲就是说七晚 中间以后 中间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把世俗世界里 一切阻挡人去认识真神的 一些权力结构 或者政治文化 传统宗教财富 各个方面的因素 和他们所相关的这些 甚至包括一些生命 都被破坏 就是要来预备 圣洁整个 要进入它过渡的 遗物 人 所有的生命 因为我讲过都是按照 以章一节一节来讲的 也许你以前没听过 但是但愿你能耐心地 来按照这个思路走 以便我们真正能够理解 神今天给我们说些什么 那今天十九章 其实就讲到 就是七晚过程里面 三个场景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十九章 其实它讲了四个场景 四个场景 其实这个自然分段的 这个很好 我相信你如果看得见的话 红的部分就知道 这个四个场景 其实在讲些什么 对今天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读圣经 而且我们很多人 都有经过高等院校的培养 我们都有一套逻辑思维 当我们读到一篇 或者以章一部书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内心都有自己的一些 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但所以今天我们 刚刚我们读到这张经文的时候 它的结构分析 其实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很少提起这个 它结构分析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我们去 搭着一段一段的 一句一句的 一个字一个字去讲的话 讲的一般的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做 如何去行 但是你如果是拿着一部书 一张经文的话 去做结构分析的话 它往往能够带给我们 方向性的带领 方向性的引导 好比说这个 一般的你看到 不同的版本的时候 基本上这几段经文 分的差不多 都是这样分 分的分为四段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段 其实它让我们和世俗的 这个关键 思想模式是不一样的 和世俗人的思维模式 是不一样的 其实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已经有圣灵 住在我们心中的人 首先要敬拜赞美神 敬拜赞美神 因为从灵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已经在天上做王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事情 我们到世上 做事情的时候 不是说去做事情 而做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 基督都做在那位上为王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 首先是敬拜 到神面前去 敬拜我们的神 那下来呢 敬拜 还不是接着 还要有 那就是到神面前去 到神面前去 和神有真正的 有亲密的关系 在这里 就讲到 就是婚宴 就是我们和神 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那具体生活上 我相信 第一段就表示 一大早上一起来 你就想到 你就会来赞美神 哇 今天神又给我生命 让我们 让我活在祂的面前 那接下来 你就要去领修 不要去读祂的神的话 去亲密和祂的关系 能够找到神的心意 那接下来 在这一天里面 神就会带您去打仗 也许你问题很多 但是 带你去打仗 神会带您去打仗 不是你 一个人冲在前面怎么样 但是在生活里面 神却带您 这一天的征战 最后 我相信 阻挡你 能够去勇耀神的 都会被打败 所以当你做结构分析的时候 跟你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一个方向性的带领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神的恩典 神太丰富了 神太丰富了 但是我们人 从神学的角度 总想去理解 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去理解这位神 所以我们会按照我们的逻辑 会按照我们看的最重的那一点 去再去给这个经文去做 结构分析 好比说这个 他有的人就把这个 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 这一部分就看得非常重 他就这样分段 上面部分 下面部分 如果你敬拜神 那我们要赞美神 对不对 敬拜独一的真神 最后是诚实 诚信真实的主 祂的作为 虽然这样的分段 他也可以不从 另外一个角度去讲 敬拜赞美神的人 有夫了 心夫有夫了 而后呢 隐夫却有祸了 就说 其实我们 我们人有很多 我们自己的思维的模式 那他去站在不同的角度上 去解经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只要能够把我们真正的 引到神的面前 神的面前 我想我们都是认可的 都是维持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都是相互的 一种补充 但是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去攻击别人 攻击别人 让我们好像说 只有我们的解经是对的 哈利路亚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当我们自己有固定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也不要去攻击别人 最起码我们 其实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我们只知道我们在敬拜神 当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他也在敬拜赞美神 所以神的血 往往我们人所创造的一种神的血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它要自圆起说 但是很感谢主 你去读圣经 圣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因为神的恩典太大 神的能力太大 不要把神限制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神学系统里面去 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主 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能力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见证神 神给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所体现的能力 我们觉得这一点很大 突出去了 然后觉得这就是唯一 往往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走到极端上去 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一起 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长处 神在每个人身上的 给我们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 能够彼此接纳 以同心来服侍我们的主 其实 今天我还是就说 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当时 非常好理解 非常非常好理解 他词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 都属于我们的神 当 在这地上 在这地上 所谓大隐夫 所谓大隐夫和 巴比伦城 这样的 结构性的东西 不是我们人能够去打败的 不是我们人能够战胜 这最终 神要亲自来毁灭他们 来毁坏他们 以至于 让在属于神的殖民 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 来歌唱 来欢呼 因为这群人是在那种权力 权势环境里面 是受迫害的一群 受迫害的一群 但如果在这里你要讲到 就是为什么欢呼 那他的判断是真实 是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 那用隐形破坏世界的大隐夫 并且向隐夫逃 他们仆人所留的血的罪 给他们伸了缘 又说哈利路亚 烧隐夫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祂不会不依有罪的为无罪 也不会没有罪的为有罪 神是一个公义的 祂必定要审判 但是要明白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神他有一个时间点 但他不是说什么事情 好像就现在 也许有的事情也许就是现在 但是有的事情 他会推到很厚很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某些阶段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那些恶人还在兴旺 为什么那些罪人 做了很多坏事的人 好像他们洋洋自得 好像他们得利很多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 不许罪恶现在如何猖狂 不论他们在世上 如何地做什么坏事 但是神终有一天 会讨他们的罪 会让他们面对神的怒气 其实这段经文 他从上到下 其实他都有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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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知道 是把荣耀归给神 这从希伯来语来的 其实在旧约里面出现四十多次 但在新约里面 只出现四次 都在这一段里面 你就知道 属神的殖民 他是内心里那种喜乐 是用我们言语 是无法表达的 就是最后 给上一句 就是哈利路亚 来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 我们在属领里已经看到 而且我们已经经历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十和复活的胜利 我们也是一群这样的得胜者 所以每天我们要真实来唱 来呼求哈利路亚 来歌颂 来赞美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基督徒 如果不能够敬拜 不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力量 因为我们神让我们归向他 就是要来敬拜赞美他的 对不对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 拯救出来过红海 让他们进迦南地 就是要让他们去敬拜 独一真神的 而今天感谢主 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迦南地里面 已经在迦南地里面 我们应该每天都来敬拜赞美神 高呼哈利路亚 也许在具体生活里面 我们有很多苦痛 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甚至负担很大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圣 我们在基督里面 也是 大雷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也许听到的声音 乱七八糟的 大雷是大雷的声音 众水是众水的声音 人是人的声音 什么声音都有 但是这些声音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交响区 你听到会有非常的悦耳 你听到会非常的有震撼力 他们都在歌唱 都在赞美 所以我们人是被造子乌 其中之一 当然圣经是给我们人写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人是很渺小的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将来敬拜赞美的 这个队伍里面 声音里面 我们这是其中的一种 当然我们能够尊重 神所造的各种各样的物 就是哈利路亚 这个把荣耀归给神 其实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荣耀 在这个加拿太书 我们在默想的时候 一早上突然就写了这五点 就是它其实是 什么是荣耀 荣耀这个包含的太广泛了 它是神造主地位 权柄能力 威严的彰显 神本性的彰显 神丰富所有完全 奥秘有序 等等彰显 是神性情 美善拯救 公义审判之彰显 是光芒 能够带给我们人平安 喜乐安慰 满足温暖 美好盼望 力量之彰显 所以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 其实它代表了很多很多 这只不过是 在那半个小时里面 想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包括很多很多 我们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你想象 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到的这些 其实是从神而来的 要把荣耀归给神 这一点对我们人来说 非常非常之重要 今天你也许做了很多 为神 在事工上 富士上 为神做了很多事 我们内心非常的喜乐 但是当我们把荣耀 归给自己的时候 我想就是我们堕落的开始 其实在富士里面 我们富士越多 我们就会更加的谦卑 更加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什么 因为神使用我们这不配的身躯 来荣耀他 来富士他 来让他的旨意成就 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是神给我们 一个将来到他面前 让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冠冕 更加的荣耀 更加丰富的机会 也是神透过我们这些过程 能够培养我们自己 熟灵的度量 也是在预备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承受他 更多恩典的机会 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清 我们在神面前的富士 看清楚我们在富士过程里面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荣耀 归给神 其实在这过程里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 做自己做的 包括我自己 做得好一点 什么事情做了 沾沾自喜 好像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的 我拿出来了 这么样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在我们袋子里面的 都是神的 都是 我们能拿它出来 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但愿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真正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神才会更多地使用我们 才会兴望我们自己 兴望这个教会 兴望自己的家庭 所以上面有一句 救恩 荣耀 权柄 都归乎我们的神 本来祂是属神的 我们如果归乎到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团体 那就迷失了方向 我们就是堕落的开始 另外一个概念 就祖我们的神全能够做王 我们知道 祖我们一般说的造无执主 如果造无执主 不是我们的神 给我们 有关系吗 我们是被祂造的 但是祂给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不需要敬拜祂 如果造无执 如果祂又是我们的神的话 那我们跟祂连接在一起 好像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来的 今天我们好像给祂有能力 那现在如果仅仅是全两项 前面两项 我们就活在一个权为自己的状态里面 只有这位造无主 祂不仅仅是我们造无主 我们也承认祂是我们的神 祂又是做我们的王的时候 那我们在祂神所的旨意里面 才是成全的 才是完备的 才是美好的 因为我们和神就是了关系 我们由神从神而来的能力 而且神能够管理我们 我们能够附带祂的权柄之下 王嘛 王就是来管理的 但是想一想我们今天 我们很多人知道和神有这种关系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没法谈了 对不对 他又承认这位造无主是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让祂来做我们的王 如果我们仅仅把祂当了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那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工具 我今天要做这个 今天做哪 我祷告 为了我怎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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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当祂做我们的王的时候 我们就要服从祂的管理 所以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圣经上诗篇里面 到处在写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做王了 那才是祂最高兴的时刻 今天同样 我们不仅仅认识神 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而且我们要让 这位造天地万无止主 来做我们的王 这也许是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但是我们只要有这个心 神就会让我们锻炼 透过操练 透过我们自己的奉献 摆上来操练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眼界太小 往往是我们人嘛 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在一自我中心的文化里面 这种生活 但是做王啊 其实它含义挺深的 挺深的 它不仅仅意味着 我们和上天 造天地万无止主 它的关系的一个恢复和维持 它最最重要的是 神塔的旨意要能够成就 要能够实现 它最后 它的目的是要 它要降临 它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 它要活在我们中间 这才是我们要一直在追求的 我们各度 我们的局是小到什么程度 每天都说自己 自己今天要做什么 明天要做什么 把自己家庭 自己的人际关系 看成是第一位的 其实我们约是把这东西 看成第一位的 我们约现在其中 当我们的眼界真正开窝以后 你就看到神的旨意 看到将来神的国度 要实现的时候 反倒 我们会在很多事情上 其实一比神的国度的降临 那就变得太小 你学习 不管你今天你学习 很重要 的的确确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一个科 没有考到A 它不影响到你一生 在神面前的摆上 在神面前的奖赏 但是如果你把那件事情 看得很重要 你觉得今天睡不着 睡不着了以后 你就担忧 我今天睡不着 我明天就上不了课 那就更加担忧 晚上你睡不着觉 怎么办 你除了担心就是想 我要睡着 我要睡着 睡不着 怎么怎么样 头一天也许你真是担忧 你卡那么的课 第二天就担忧到你睡不着觉 第三天你会担忧到 你睡不着觉造成的后果 这样你最后担忧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觉 担忧到担忧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人就进入 非常容易进入这种 这种荒唐的这种逻辑里面 说实在给弟兄姊妹坦诚 我前面有两三个月就在这过程里面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我在神面前说不清楚 但是我在读诗篇 诗篇 这个十二十三十四 的时候 实际上我看到 我常常在这儿都跟你们分享 我连死都不怕 我还怕什么 其实神轮到具体事情的时候 没那么简单的 自己的一贯的这种逻辑思维 还是在那一套上 单愿神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界是开阔的 不是自己的一成一尺 而是神的过度 那接下来 他就 我这一段不讲 那高阳婚宴即将开始 其实在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高阳婚宴的 这个概念 其实从已开始就有的 我们来再读一下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婚宴的时候到了 新夫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德川光明洁白的戏玛依 这戏玛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想在这里解释很清楚 不用解释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情夫高阳子宴 习的有夫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讲有夫了 其实在启示录里面 当时我怎么看 应该有六个夫 当时我给神祷告 我说应该有七个夫 因为在启示录里面 都是一期一期 我费了两个小时 终于找到另外一个有夫了 你看这上面 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对到 我们的生活来看的 这几节经文 就是说 念在书上预言的 那些倾鉴又遵守的有夫了 在祖里面 从今以后 在祖里为而死的人有夫了 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神而行 叫人见他修持的有夫了 凡被情夫高阳子宴席的有夫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夫了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夫了 那些洗就自己衣服的有夫了 其实我们在 今天我们一定成为基督徒的人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非常非常之重要 期盼着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期盼的过程里面 所以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 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去成就神的大使命 如果我们要去完成神的大使命 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 那我们所传出去的福音 就非常非常没有果效 所以我们如果真是成为 这位被邀请福宴的人 得到这些祝福 我们要穿上能够穿上 洁白的衣裳 当然我们只知道 神已经透过他 赌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靴 唯我们穿上了这份洁白的衣服 但是我们生命里面 要活得出来 要活得出来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也许是神学上的争论 也许是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 自己活不出来的时候 给自己的一个台阶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 都会犯这个错犯哪错 但是 我们知道 我们尽心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尽心了 我们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 那神就赦免我们 洗净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补义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在凭信心过火 而不是凭了我们做什么事情 去好像说 我们做到了什么什么 去到神面前去讨奖赏 而是凭信心在神面前得奖赏 凭信心去服事 凭信心去解敬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净自己 现在我们 讲到婚宴 讲到这个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夫人 神的选民 另外一个讲隐夫 悲屈神子人 讲心夫 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就其实她是指教会 我们 我们不要把它看 就是好像这夫人 就指女人这一项 其实她包括男人 她把心夫指称是教会 就是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要进入教会里面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耶稣的身体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祂里面成圣 在祂神里面成圣 我们知道婚姻关系 第一日的婚姻关系是神造的 对不对 夏娃是从亚当身体出来 其实我们今天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基督 重生得救的人 最初的婚姻关系 你是我孤中孤 肉肉 这个是最纯洁 而且是 今天我们要 有这个感受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是一个新造的生命 我们是基督的孤中孤 肉中肉 我们要维持和维持这种关系 那当然 最初神造的最完美的婚姻关系 因为犯罪被出现了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受试探的那三个试探 祂全部战胜 同样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 也是得胜者 所以那整个其实 就是圣经上一个主线 就是要我们和神恢复关系 也就是说 高养从预备到最后 这个婚姻的开始 婚姻的结束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在预备我们自己 预备这个高养的 这个新婚的妻子 那我们教会就是他新婚的妻子 我们就在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就在预备自己 预备我们能够预备好了 我们耶稣基督再来 今天 耶稣基督之所以不来 我们看到世上这么多问题 甚至这个瘟疫都在横行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 接种而来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 当然我们可以说 福音还没有传到地级 但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说 高养教会还没有预备好自己 当然这是神所定的 神所定的时间 如果说 神如何对待我们这群人 我像和西亚书的例子 火星弟兄正在带我们查和西亚书 你就知道 你去读了和西亚书 你就知道 神他 神一帮爱我们 怎样的爱我们 所以 心腹的预备 是我们今生的功课 就在教会的功课 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一段 这段经文以后 会有什么看法 也许我们 他是在讲夫妻关系 是的 好像是他 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 其实他是在讲教会 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进入教会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考虑得很周到 很多 怎么用神的话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很重要 日常生活很重要 但我们的重点 我觉得 真正的重点不能放在这上面 儿女情常上 如果我们每天都陷在 今天什么问题 明天什么问题上 而不看重在教会里面 我们和基督的关系 往往我们会 会做不出来 真正在具体事情上去荣耀神 就像我们 其实我们 我们做了很多事工都很好很好 我想弟兄姊妹 在也服事了很多很多 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眼光 那就是成就神的心意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把福音传出去 在这里荣耀神而做的 以至于在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 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不会伤心 不会泄气 也不会停止不前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出现的任何问题 都有神他的美意 我们要在里面 学到功课 找到神的美意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看到神的大能 神借助一些事情 对我们的操练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能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另外一个功课我觉得就是说 要的操练 我们顺服 尾身 夫妻之间 你说什么事情都能说到一起吗 什么事情都按照我的主意做吗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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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肯定有很多推让 有很多谦卑 有很多接纳 有很多包容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才能合一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为了您 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让基督来做主做王 以基督的旨意 来服事 来统共 那我们这就有需要一个 有顺服的心 每当我们觉得 我们最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一想 真在神的旨意里面 那尾身其实很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做任何事情 你觉得你做得很好 你觉得你全力地摆上 那另外一个人 他站到他的脚装 他就能够挑出毛病出来 这是事实 而的的确就如此这样 我们做得再好 从我们的角度上 我们想得再好 总会有漏洞 我们往往献上的是 蛮腔的热靴 回来的却是一盆的冷水 但我们真是要在 服事神上有尾身 那就是我们是因着神 来服事的 我们教会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之所以到教会来 是因着基督而来的 别看我 别看其他弟兄姊妹 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教会的 来到教会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对得起神已经穿在我们身上的 这个洁白的续马衣 其实我们是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交差的 你不会到弟兄姊妹面前交差 是要到基督面前去交差的 那我们只有圣洁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神 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要操练的 要操练的 我们不是在弟兄姊妹之间 不是依你做多少 做得怎么样 来评价 来审判 那不是我们的权利 真不是我们的权利 那是神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 感谢赞美主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行了大功 已经在他身上行了 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歧视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要学会赞美 学会彼此的顺服 就每当我辅导婚姻子间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就要你至少一天 你找到他三个优点吧 对不对 手拉手 眼睛对眼睛 去表扬他一番 去赞美他一番 他你别 别编 对不对 别从你他没做出来的 你说瞎话 但是我们在看到对方 他有优点的时候 我们的怒气就会降下来 你知道在我们夫事里面 在我们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时候 我们人最大的就是自以为是 当觉得别人说的对 别人说的错 而我自己想的对的时候 怒气 犹然而生 当我们用怒气对待对方的时候 你不可能在一起真正的合递 所以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神把一位摆在我们面前 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我们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和弟兄姊妹之间在同工的里面 我们要能够支持 所以舍己 舍己是什么意思 舍己就是说 把我们看的比我们重要的 放在我们前面 这就叫舍己 我们说对神舍己很容易 但是对人舍己就很难 因为他不比我好 但愿我们能够慢慢学会这样的功课 操练这样的功课 在大事小事上操练 在教会能够尾身 神交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发挥出来 神在交给我们的事工 我们能够尽力和弟兄姊妹同工 能够成就出来 神一定借着你 借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兴望我们的领命 兴望这个教会 神能够要借着这个教会 成就的那些福音 还是在我们领命上的成长 能够得以成就 来让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被造之人 其实是很渺小的 但是我们往往会把我们举得很高 觉得自己怎么样 觉得我们几个人怎么样 其实在你的大使命来说 在你的国度里来说 我们是很渺小的 你之所以来使用我们 是因为你爱我们 主啊 就求你借着今天 在这一整章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你会为我们 清除所有的这些罪恶 让我们能够逃出这个罪恶 以至于能够活出你的圣洁 主啊 求你也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的软弱 怜悯我们的武姿 怜悯我们的有限 也至于让我们可以站在基督里面 把阳光看得更远一点 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今天就在那宝座上做网 今天也在我们心里做网 今天在我们教会的也是网 主就求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保护我们 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资源 智慧 让我们在这世上 活出你的荣耀 哈利路要感谢主 孩子就把一切永恒赞美 都归给你 孩子就祈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